因為我們唱歌 高又不行 低又不行 記性始終是差了 應該都很難下步 我反對 頂槽給個人人 慢慢難消化 芝蓄蘿蔔最低槽 林天騙不去 不會做不到 一定可以 他們絕對做到Acapella 對於我來說 那些五線譜都不太熟悉 我覺得很有學問 因為這個學問 我自己又不懂 我覺得連唱歌 難度會高了 第一次見他們 他們已經在學怎樣看譜 我都跟他們在學 然後他們就學唱 到今天第一天拍攝 他們Rap又可以 跳又可以 所有事情都做到 很努力 所有很快的台詞 歌詞 他們都已經很利落 很順暢 這餐我們一家大小 還有個老友見過來 重點是我們不會煮飯仔 花鳥盆菜好投行 煮菜至終於蘿蔔 煮菜好計 他們中間很需要一些時間 很需要一些引導 很需要一些信心給他們 這個是他們在這三年裡 都進步得太多了 我覺得阿Sir就很好 他會給我們一些信心 得到一班專業的導師去指導我們 我們是得到一些很奇妙的旅程 家下到底什麼年代 還跟全種學業主盆菜 當然要泡街滑時代 我經常見到他們在旁邊等著 都拿著自己的譜 劇本 隨便練習 很緊張 震到不得了 配合這麼大班人一起 如果自己有什麼差錯 影響整個演出都有點緊張 所以要練習多一點 熟習多一點才行 到他們未必唱得很好 又很緊張 慢慢變成唱得到 每個人都會看到他們眼神的滿足感 這陣子一樣沒辦法 取代 浴汁香濃向下藤 覆蓋 不如先唱這陣子有好感動 奇遇兩層要散開 主角都好像不錯 他們那份期待可能是令我最開心的東西 很興奮 期待 阿Sir又教得很有心機 所以就玩得很開心 每一次上課他們都會說 好開心啊又見到你了老師 還有教到他們開心 一起跳舞 我就覺得已經很開心 他們很投入 我叫他們做的事情 他們好像當作玩一樣 去投入或去參與 就是在他們的反應 他們眼神裡面覺得 嘩 學到很多東西 或者結束了一個表演 然後他們就覺得 嘩 很精彩的經歷 其實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開心的一個記憶 我覺得很驕傲 他都給了我很多力量 去做我平時做的事 以我最後幾年的人生 有很大的體驗